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看人家 今天在選前最後一天 仍然上漲141點 而且佔上23000點的關卡 所以顯示 選前的賣壓 到這個地方應該已經 宣洩差不多了 那就是說選前本來大家都預估 川普上選 就是勝選機率是比較大的 但是就在這兩天為什麼突然 翻盤 賀錦麗就是從後面 突然就追上來 我們等一下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在 共和黨的一個 鐵票倉區 竟然 賀錦麗反而支持度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選情 這個不到最後一刻 真的入死誰索不知道 所以 在 明天的 盤中可能會有一些初步的結果 就會 開始 表現出來了 那明天你特別在 盤中的時候要注意一些重點 我們等一下提醒大家 以及選情 注意一下 明天晚上的美股 明天晚上 禮拜三晚上的美股 可不可以有一個結果 最慢最慢呢 禮拜四 這必須要有一個結果 否則如果 兩三天了還是 沒有辦法 分得出勝負 這個對股是可能後面就會有一些的 衝擊 我們看在今天 這個 大盤指數的 一舉就佔上了月線 佔上了兩萬三千點 的這個 關卡 也就是呢 在上個禮拜 美股許多的科技股公佈了財報 像是 微軟 Meta 這些科技股公佈財報之後呢 造成全球的科技股都拉回了一波 台股也拉回到 兩萬兩千兩百點 的這個位置 那我認為這個位置呢 就是選後啊 假設結果這兩三天就出來 不管是川普或是 賀錦麗 假設選舉結果在這兩三天就出爐 那頂多大概到這個位置 兩萬兩千點到兩萬兩千五百點 這邊再打一次 底部 應該就是一個 會看到指紋的跡象 因為不管哪一位 總統候選人 勝選 對股市來說不會是利空 大家知道這個邏輯嗎 不管是哪一個 政黨 獲得這個 最終的 選民的支持 那最後不會希望把經濟搞爛吧 所以呢 經濟跟股市呢 它是很明確一個長期正向關係 大家都聽過 老人跟狗的 這個 比率嘛 比例就是狗跑太快的話 那可能會稍微 被這個繩子拖住 就跑不太遠 但是呢 只要整個 全球的經濟呢 是穩定成長向上 那不管是川普 或者是賀錦麗 你看2018年的 這個 納斯達克 2018年因為 中美貿易戰的關係呢 我們看周線 所以 月線好了 2020年 這個川普 2016 2016 2020年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才 造成這個比較大拉回 你看2016年 1月川普上任之後呢 有沒有 納斯達克在走多久的多頭啊 那個時候波動率是收到非常之窄啊 然後這邊 2018年開始 這才打了這個 中美貿易戰開第一槍 4月份開始那時候對一些 農產品啊 然後對一些這種比較 傳統產業的東西開始 磕關稅 那磕得不痛不癢 可是呢 2018年的 10月開始啊 對一些科技產品 開始打了科技戰 就從原本的貿易戰 2018年的 年初啊 是貿易戰 然後這邊開始 科技戰 那個時候對 納斯達克就比較有殺傷 可是呢 一波拉回之後呢 還是一路往上漲 漲到2020年 這邊疫情關係 COVID-19的關係 這個時候 那漲到了2020年啊 這個時候才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那一波拉回 所以你看2016年 川普上任之後 2016到2018 納斯達克漲了多久的這個多頭 光看月線就好 這月線幾乎是沒什麼回檔 就一直這樣溫溫的漲 慢慢的往上去 往上漲 就算中間有經歷過 這樣子一個 貿易戰跟科技戰 那納斯達克也是藏多的格局 那更何況呢 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 化時代的 產品出現 那時候頂多就是蘋果的 新機啊 推出一些什麼比較 酷炫的功能 可是現在呢 AI是全球的科技大廠 都必須要 競相去投入的 而且呢都不想要 落後人家 新的這個 等於說是工業革命呢 你只要在這個彎道 輸人家可能就 公司可能就爬不起來了 所以大家都不想落後 那回過頭來 台股的部分呢 22,000點到22,200 我覺得這個是在 這兩天選舉結果出來的話 就會是一個支撐了 重點是選舉結果要出得來 如果出不來就 麻煩了 這是股市最怕的不確定性因素 那今天看到一些熱門股呢 維持人氣啊 像是在 工具機 像是機器人 這算是同一個族群 次族群的部分 那因為日本今天也有一個 國際工具機展 但是我認為台股現在亮縮的狀況下 每天都會有一些 特殊的族群 跳出來支撐盤面的人氣 像今天就是工具機 跟 工具機跟這個 機器人的族群 那這個樣子 短線支撐 以下人氣 也許明後天 他的這個表現可能就弱下了 那我認為真正的主軸呢 在選後應該就會很明確 那AI當然是 當中的 很明確的一個 主線之一 因為輝達呢 在下個禮拜 馬上就要公佈財報了 那預期財報的結果應該會是不錯 而且新一代的晶片 Rubin 即將 上市的時程會在往前 在提前 3到4個月 這個在海力士的高層 都發表 因為輝達要求海力士在 高頻寬記憶體的部分要加快速度 快馬加冰的出貨 所以這就代表說 在新一代的晶片 輝達 出貨的速度會更快 那這代表什麼呢 新一代的晶片 出貨更快的話 對於廣達 維穎 技嘉這些的 這個公司呢 他的 這個營收佔比又有機會再做一個提升了 只要這個新的晶片一直一直在出啊 然後呢科技大廠又有一直在買單的狀況下呢 那我講過了就是在 做這個軍火 賣軍火的呢 總是 不管怎麼樣賣軍火都是 會先拿到獲利再說 那所以選後的結果如果出爐的話呢 我認為應該就利空出盡了 選後可能回檔個 也許川普當選 回檔個一天兩天 那比較麻煩就是選舉結果出不來 台股份呢2376的技嘉 我們看到外資呢在 禮拜五的時間點大買 颱風價過後呢 台股從低點 拉抬起來500點 500點這邊技嘉同樣是 而且他還開低喔 開低之後呢 破區間之後是直接一根紅棒吃掉了 這個區間 所以他的紅棒低點呢 大概255到260塊 這邊是相對有意義的 是一個支撐區 那今天來接近300呢 當然是有 碰到一定的壓力 那投信呢 持續的再做一個加碼 我們看2376的技嘉 技嘉呢因為上檔的這個 這個套牢壓力是比較大 在集中在300塊以上 大概300到330左右 這邊呢其實在今年第2季的時候 試圖打出一個底部 你如果不看後面的話 這底部打得還蠻久 這邊如果可以扭轉的話 這邊就上去了 可是上不去 這邊後面不幸又遇到骨災 所以現在摔下來 那現在只是回到 骨災之前的這個位置 第2季的 第2季的這個300塊左右 所以短線來到300到330這個區間 這一定有壓 這邊壓力是蠻重的 所以呢如果是空手的 這個地方也不建議 這個地方去做個搶進 那我認為 技嘉底部已經確立了 底部確立狀況下呢 你可以等待有拉回的時間點 再去做一個進場 那第3季的營收呢 也是 年增 90% 跟去年的這個 成績單比較起來的話 營收確實是增加蠻多的 那馬上進入到第4季跟第1季呢 也是在板卡 跟 技嘉他的旺季 所以技嘉的話 在低檔區 250到260這邊不破 拉回你可以去 開始嘗試的偏多 只是呢因為他前面 還有一堆的套牢賣壓這個地方 300到330這個套牢賣壓 這要一次過去沒有那麼容易啦 你看前面這邊都是 3萬張4萬張以上的量能 那現在好不容易量能 有一些放量出來 有一些到 26000張 接近3萬張 可是呢 還是要連續的這個量能 才有辦法一次的攻過去 所以以技嘉來說呢 底部成形 但是呢 來到半三腰 你就等 有稍微拉回 或是盤中回檔的時候呢 建議買黑不買紅 那另外在6669的圍影呢 同樣大戶持股比例是比較高的 那現在進入第2個平台的整理區域 6669的這個圍影呢 這邊是打出了3個月的底部區域 那他大戶本來持股就是 接近7 80% 左邊的平台 底部平台 那這邊第2個右邊的平台呢 平台底部大概1800左右 1800沒有破的話 多頭格局持續 那 反過來接近到2100左右呢 你要注意 量能有沒有 抱得太大 三四千張左右 那這一波呢 你可以看到 量能只要來到三四千張左右 差不多都是一個波段的轉折 往下跌的時候也是 接近3500張是個轉折 往上漲呢 也是接近4000張成為一個轉折 所以技能只要沒有爆量 來到高檔的一個狀況下呢 那你可以趁著有拉回或者是 還在低檔的區域呢 去做個中長線的佈局 因為馬上GP200在 第一季 明年第一季應該就會順利的量產 那新一代的晶片在明年的 年中 以後 就明年 等於說大概第2季到 第3季就會開始 做一個生產 那這個都有利於在伺服器的廠商 因為之前啊 美超維的 財報呢 就可能有一些 這個作帳 就是 這個獲利 把它挪前挪後啊 公司有一些 這個 等於說是 財務報表操控 那也不算是做假帳 就是帳把它挪 往前挪 往後挪 這樣的狀況 這個其實還 蠻常見的 說實在 台灣的 某些公司還蠻常見 但是呢 這美國也許 會計審計比較嚴格吧 那既然有這個狀況下呢 如果美超維的 這個伺服器的 訂單開始 有一些移轉 那有一些 轉到台廠這邊的話 那我覺得台灣的伺服器供應商 就大家可以注意到 那甚至呢 你可以看大作小 那像 微影 主要在於H200系列 那微 微創 微創在H200系列 那微影的話呢 就會比較主動在新一代的 這個晶片 跟機 機櫃的這個部分 主板的部分 所以在下一周呢 揮答的這個財寶 將是 重點 大家不要錯過了 AI呢 如果在 選舉當中 有一些回檔的話 我覺得 反而是中長線低階的機會 那還有一些呢 比較偏低檔開始 起漲的股票 我認為在第四季 那仍然是非常有機會啊 那總結在第三季來說的話呢 已經漲過一大段的股票 像今天的 機器人 工具機 以及之前的矽光子呢 那我認為第四季 要再推這種的股票 要在這種 可能大幅度的 這種 30% 40%往上漲 就開始有難度了 因為已經大漲過的股票 100漲到200漲到300 300要再漲 30% 還要再漲100塊 這難度就非常之高了 所以建議大家你如果要找這種 比較 在第四季 稍微投機一些些 然後呢比較有爆發力的 你往低檔右下角 而且 在這個 形態啦 籌碼都不錯的這些股票 去做個選擇 那前面講這些 光通訊啦 或者是機器人 還可不可以做 我認為還是可以做 因為畢竟多頭市場 如果從第四季 開始起跑的話 這些股票 它仍然是有多頭的一個行情 只是呢 你在選股上 你在買賣的時機點 必須要 拿捏得更為精準 而不是這個隨便買了 那就有機會 這個 一路往上漲 就第四季的話呢 你選擇把 這個資金放在更有效益的地方 我覺得會 更好 好那還沒有訂閱我們頻道的 歡迎可以按讚 開啟小鈴鐺跟這個 按一下訂閱 那覺得影片不錯可以在下面 按一下這個分享 這個鈕 按一下就可以 傳給你的 這個LINE的好友的連結 連結傳給他們 那今天晚上會有 個股的 問診時段 就在 谷柯大夫的 YouTube頻道 如果是東森的觀眾呢 記得在YouTube 搜尋谷柯大夫 或者是在下面 點開資訊欄 可以找到我在 YouTube的 個人 網頁 個人的這個YouTube頻道 那晚上8點我們會幫大家 做持股的見診 那你如果 早一點的話 我們大概連結7點鐘前就會丟出來 早一點先排隊啦 因為有時候8點在 掛號可能就掛不到了 我們夜診時間有限了 那你如果 有問題想問的話 這個先排隊 先掛號 好那回來我們看一下在 選情的部分 目前 選情陷入了 焦灑 就是最後這幾天 賀錦麗的 民調突然又衝起來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去 仔細 找一下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 好那就是因為在美國的一份民調公司呢 公佈了共和黨的 鐵票倉 在愛荷華州啊 愛荷華州本來是共和黨 比穩拿的一個 選舉人團 選舉人的這個地方 可是呢賀錦麗突然支持度比較高了 這個就好像 台南啊 過去以台灣狀況來說 台南都是偏綠的嘛 那如果你發現哪一天台南 台南突然 好像這個藍的 藍色的這個 國會議員 立法委員 歧視比較多 那甚至縣市首長都被藍的拿下的話 那你覺得這個對 綠的是不是狀況不妙 同樣的就是共和黨也面臨到這樣的狀況 那為什麼會這樣倒戈呢 就是呢 今年7月的時候啊 愛荷華州通過了一個 這個墮胎的禁令 叫心跳法案 就是呢 因而如果在6州以上 已經開始有心跳的話呢 不能夠實行這樣墮胎啊 每一個州跟每一個州的法案不一樣啊 就是美國其實非常多 的州嘛 那有一些是 州的法案 有一些是 全國性的法案 那這個就是愛荷華州 他通過這樣子一個法案 那隔壁的州呢 迷你蘇達州是 可以的 可是愛荷華就不行了 那所以呢 這樣子一個狀況下 那很多的女性的 票 就轉為支持賀錦麗 那這份 民調呢 這有一個 就是 美國一個民調公司做出來的 那 民調做出來之後呢 川普也是覺得 非常的不爽 不應該在選前 剩下沒幾天公佈 這樣的一個民調 那這個民調公司說呢 可能是因為 之前很多還沒有決定要投給誰的票 那最後一刻 表態呢 投給賀錦麗的 這個部分是比較多的 但是呢 我認為 只有一個鐵票倉倒戈 並不是代表 全部的共和黨 這個鐵票倉都倒戈了 因為這個州是因為 心跳法案的關係 心跳法案就是這個最嚴格的 多態禁令 所以呢 讓7月份 今年7月份開始呢 有這樣子一個法案 推出了 所以那個州現在看起來應該會 導向 賀錦麗 就女性支持者 通常比較支持賀錦麗 這一邊 那 當然最後結果要看什麼 要看這個搖擺州的 支持率 那麼看這個總統大選的 選舉人票 我們昨天有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們再 稍微的 好瀏覽過 最 最 複雜的一次就是2000年了 2000年小布希跟高爾呢 在佛羅里達州的 那個票數呢 只差了500多票 這 整個州這麼多人只差了 500多票 500多票 然後呢 最後小布希是拿下這個 佛州的這個選舉人團 可是高爾就說票數差這麼少 要驗票 有沒有驗一下那個機器 機器去辨識的那個票 因為他票數太多 都用機器去 好像 畫考卷一樣 2B鉛筆那樣 去機器去驗票 結果呢 後來 這個 就是他有這樣抗議之後 那到大法官那邊 大法官認定說不用驗票 大法官就說 選舉結果出來是怎樣 不用驗票 後來就因為這樣一搞 搞了大概一個多月 三十幾天 結果才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要驗票已經來不及了 就大法官通過之後 要再重新去驗票呢 事實上已經人工作業的辦法 是來不及了 機器驗票有瑕疵嘛 那我改成人工驗票 人工驗票 兩天驗完所有的票 是來不及的 所以那時候那一次是由 小布希拿下 那這一次呢 因為非常的焦灼 兩邊非常的 知識度接近 如果再出現這種呢 選舉人票 都沒有過半 而且呢都卡在一個 非常有爭議的一個狀況下 假設某個州也是 假設票數差非常少 那又有爭議了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這個又要炒 炒個沒完 所以這個對於 明天 即將開票的選情 甚至後天呢 都會有影響 所以明天早上 你要特別注意就是呢 搖擺州的這個開票 第一個就是啊 黃色這個是搖擺州 搖擺州這個票開出來 如果差距 蠻大的 那應該就是 某一個政黨會穩拿 那就沒有什麼爭議 那你如果發現 某一些 那個票啊 開出來是差不多的 這種黃色的地方 開出來差不多 然後呢 那個票數又比較多的 像這個就19票啦 15票 這票數比較多的地方 然後呢 兩邊的支持度 票數又差距非常近 這個 你要特別注意啊 最後如果又輸到驗票什麼的 而且川普如果他輸的話 會不會又 要這個 衝進國會啊 他在2021年的1月 選輸拜登的那一次呢 就是 這個 就是他支持者 然後就衝到國會去 抗議什麼的 那也會造成股市的一些動盪 這個都是後續要注意的一些變數 那包括美國的一些商家 現在也是都 如臨大敵 把這個門窗都封了 用木板把它封起來像房台一樣的 就怕內戰了 怕有這個再有 比較不理性的支持者 會有一些動作 所以明天早上你第一個注意的重點就是 搖擺州 支持率有沒有過近 過近的話你要 注意會不會有 又要重新驗票 重新驗票 台灣也發生過 但是沒有完全重驗 還是由 法院去做一個判斷 那另外就是呢 鐵票倉在開的時候 藍色這個是民主黨的 拜登藍色的民主黨 共和黨這個是 紅色的 那民主黨在開票的時候呢 股市往上漲是很正常的 因為 現在大家定調就是賀錦麗當選 台股 或是全球股市就續漲 那川普當選 因為他有一些關稅啦 其他的一些政策 可能股市會先利空反應 短線上來說 那共和黨的票倉開出來 就是中部啊 中西部啊 這些地方 紅色的這些州 佛州也是 這些開出來的時候呢 股市 比較容易利空反應 可是呢 那本來就是他該拿的票 所以我覺得不要在那個時間點去挫殺 你在 共和黨票開出來的時候 本來就是他會得分的這個區域呢 你覺得 川普要當選了 這還未必 重點是要看這些搖擺州 這個才是左右選情 比較重要的 的這些州 因為呢 關鍵都在這些位置 所以呢明天 白天股市 想必會震盪比較劇烈 可是呢 當這個共和黨開票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不要亂砍 這個本來就是他該拿的分啦 2016年時就發生過這個狀況 那個時候很明顯就是美股沒有反應 就是共和黨 開出來的時候美股沒有跟著 期貨沒有跟著一些大幅度的反應 可是 台股自己在那邊殺 這台股自己認為 這個川普領先了 所以自己就跟著殺 然後就後來 藍色開開 那一年 希臘魯又領先了 台股又反藍起來 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一次大家你把這個圖呢 你可以拍下來 或者是呢你把他 先存起來 明天 你看對照的 因為明天一定很多網站會有 及時的開票 對照一下 搖擺州是哪些 鐵票倉是哪些 不要跟著亂砍 那川普交易 我覺得也到這個地方 快 剛好一段落了 看在川普媒體股價呢 昨天雖然反彈 昨天反彈大概 十幾 十幾%吧 但是這個波段以來呢 從高點 也吐了大概快45%回來 這四個交易日呢 就從高點 54塊跌到30塊 低點這上漲也夠多 上漲465% 這個很明顯就跟著支持度有關係 最近的黃金呢 美元 還有比特幣都拉回了 最慢最慢拉回的就是 在債券的部分 美債的部分 美債呢 終於在昨天也拉回了 再券利率了 利率本來跟你說到4.3到4.4 就已經是非常 非常誇張了 4.2到4.3 4.2以上到4.3 這個幾乎已經是 反應呢 未來可能都不會降息了 就是 反應到這樣4.2到4.3 FED 甚至可能都不再降息 這非常誇張的一個狀況 可是呢 FED 11 月還會再降一次 那 12 月呢 還會不會再降 不知道 可能要等選舉結果出來 所以啊 債券來到這個地方 也開始 出現了川普交易 開始獲利下車了 所以我認為 即使選後呢 債券利率再往上漲 機率應該是不大的 所以呢 這個地方也不要再 砍殺在低點 以債券的這個位置來說 那還有一些這個股票我認為 都還在相對低檔 那非常值得去入手 尤其在明天的時間點 如果結果在這一兩天就出來 而明天盤中又有這種 挫殺的狀況 我剛講這種 川普領先 剛好是開到他的票倉的時候 紅色這些 開到他的票倉 川普領先 反而你在那個機會 你去撿一些股票 去做一些這個第四季的 第四季的佈局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那這個選後的佈局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知道的話呢 也歡迎再傳訊息過來 或是你可以打下面0800的電話 跟著我們一起操作也都可以 最近 也都已經 開始幫會員佈局 第一檔 進場的一些股票 都開始慢慢的在獲利當中了 好我們看外資 也沒有在賣台股 那外資 近20天累計的這個買賣超呢 起碼從7月看過來 本來是多翻空的時間點了 本來近20天累計 買超是 在零週以上 偏多變偏空 你看股市這邊下跌一段 下跌一段然後這邊開始 空方開始回補 股市開始上漲 所以你看 外資的買賣超呢 你看一個區間 有沒有同樣的這邊 空翻多 那就從大概這個位置開始 空翻 空 空當回補 等於賣超的部分回補之後呢 那這邊是開始20天是翻多的 那 雖然 期貨的空單 今天又快到4萬口 但是避險的成分是比較高的 那賞戶這兩天有點下降 微台的部分多單出廠一些些 那融資的部分 融資部分維持在 一定的水準之內 所以 賞戶並沒有這個非常 跟盤勢是反向的 好那在波動率也沒有 更明顯的往上升 上一次股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沒有任何的 明顯的利空 可是波動率就在往上升 表示有人 很明確在做個避險 然後直到這一天 這個 這一天跌了大概幾百點 這天跌1800點 這其實前面都可以看到 波動率慢慢好像墊高 都掉不下來 可是這一次呢 同樣到了30左右就掉下來 尤其今天選前一天照理來說 如果要去做避險 今天波動率應該是往上漲的 可是今天竟然往下掉 所以顯示大戶心態 並沒有很害怕 所以同樣的選前已經 賣過一波股票的話呢 22000 到2200點的這個地方應該是會 一個鐵板區 所以如果興趣更沒操作的話 歡迎可以打下面的電話 9月份的績效 單比累加37% 10月份是8.5% 我們每一季都會公開績效 你如果是 長期收看我影片的話呢 那你如果 看我們進出一些標的 因為我們一些標的 選的都精挑細選 所以之後每一季 每一季的季底才會公開 11月就不會再公開了 12月 月底的時候 季底的時候會公開 10、11、12月的績效 所以我們之後跟投信一樣 每一季的季底再公開績效 給大家看 那你如果這樣子 大賺小賠的結構呢 絕對還不錯 穩定持續獲利 穩定持續向上 的這個方式呢 有興趣參考看看 可以直接傳訊息過來 那打上選後佈局 我們就會再跟你做個聯絡 那今天晚上8點 記得在股科大夫的頻道 有 這個線上問股時段 那我們可以在 YouTube上面搜尋 股科大夫就可以找到我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謝謝 當您的投資 遭遇逆風 您是否感到不知所措 感覺就像是股票生病了呢 Don't worry 有病就要看醫生 我是 股科大夫 專門為您的股票看診 我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 和精準的分析能力 從市場趨勢到 產業分析 我會為您的投資 提供精準的主方籤 讓您的股票 重回健康狀態 如果您的股票也生病了 趕快打開LINE 讓我為您的投資 開出良方 喜歡我們股客大夫的朋友 記得在YouTube頻道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加入官方LINE 鎖定我們的投資關鍵訊息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按下